北溪2號是俄羅斯和歐盟之間的能源合作計劃 由俄國建造一條通往德國的天然氣管線 目前已經接近完工 預計未來可以讓俄國對歐盟的天然氣出口量加倍 不過這項計劃長年以來受到美國的反對 因為牽動地緣政治敏感神經 被認為既會削弱歐盟的能源獨立 也會增加俄羅斯的影響力 而夾在中間的中東歐國家 例如烏克蘭和波蘭 也擔心經濟損失和國安的隱憂 不過就在德國總理梅克爾訪美之後 一週7月21日 美國改變先前施壓的態度 正式宣布與德國達成協議 允許北溪二號線完工 雙方的共同聲明當中 德國承諾如果俄羅斯把北溪二號 拿來作為傷害烏克蘭的武器 德國會對俄羅斯實施出口限制等經濟制裁 另外美國和德國也將提供烏克蘭10億美金 作為發展綠色能源的基金 拜登政府上任之後 為了聯合歐盟對抗中國俄羅斯 所以積極修補與歐洲盟友 特別是與柏林當局之間的關係 這也被外界視為是 在這次北溪二號議題上 在這方面讓步的原因之一 Nordstream是99%結束了 想到任何事情都會說或做 都會停止 是不可能的 但我曾經知道 很誠實的 和安格爾·默克爾的談論 穿達1224公里的北溪二號線 穿越波羅的海 直接連結俄羅斯和德國 預估在今年8月底 馬上就要完工了 是今年1月才新上任的拜登政府 無力阻止 因為他上台時 管線早就完成90%以上了 他斥資110億美金打造的北溪二號 正式開通之後 俄羅斯運送給德國的天然氣量 可以增加一倍以外 由於管線不經過任何歐洲陸地 省下大筆管線過禁費 因此價格也會比之前 穿越烏克蘭的天然氣管線來的便宜 理論上可以讓歐盟獲得更便宜 和穩定的能源供應 但換個角度看 這也代表烏克蘭勢必會損失一部分的過禁費 另外當歐洲對烏克蘭天然氣質的需求降低 對俄羅斯的能源依賴增加 也可能會導致烏克蘭國防安全 受到威脅的機會上升 對這些爭議 美德協議中有提出方案 德國承諾會確保俄羅斯到2024年之前 繼續付管線過禁費給烏克蘭 也會盡所有努力 將俄烏天然氣管線過禁協議延長10年 據統計烏克蘭每年收到的天然氣過禁費 大約是900億台幣左右 是國家重要收入來源之一 另外協議還提到 如果俄羅斯把能源當政治武器來威脅烏克蘭 德國也會向前面提到的 對俄國實施經濟制裁 不過根據華爾街日報報導 參與協商的美國官員說 美國本來要要求制定一個緊急停止條款 也就是如果俄羅斯侵略鄰國或西方盟國 德國可以暫時中斷天然氣的輸送 但這項要求最終並沒有 就納入協議 對美德協議 烏克蘭表示反對 認為將會對歐洲局勢造成威脅 反而讓俄羅斯成為唯一的受益者 不過俄羅斯也對協議提出一點意義 聲明北溪二號線完全是商業利益的導向 不是美德所說的具有威脅烏克蘭意圖的能源武器 說到接收疫情資訊的來源 台灣人可能會想到每天下午兩點的中央疫情指揮中心記者會 除了向國人報告、每日疫情、疫苗採購等等最新的狀況 有時會藉此闢謠、澄清網路上的假消息 比如打完疫苗的手臂會變萬磁王 或者是疫苗預約系統會自動刪除登記者的資料等等 但是你知道嗎 不只是台灣 不實資訊在美國、澳洲也四處作亂 猶如創造另外一個平行世界 它潛藏在青少年的社交平台上 也出現在長輩的通訊軟體裡 加深民眾對疫苗政府防疫的不信任感 不僅讓疫苗接種速度變慢 更引爆數千人上街頭抗疫 7月25日美國路易斯安那州的西夫波特市議會裡 當地居民皮尾對著與會者和工業專家說 疫苗是實驗性的基因療法 美國已經有數千人因此死亡 即使州政府的工業官員懷特就坐在現場 澄清mRNA疫苗不會侵害人體基因 在當地也還沒有人因此而死 還是很難扭轉民眾的認知 甚至遭到居民謾罵 根據經濟學人和YouGov America 對1500名美國人的調查 有18%的人認為疫苗會導致自閉症 另外也有20%的人認為 政府透過疫苗在人體內植入微型的晶片 那如果單看拒絕接種疫苗的人 會發現近半數的比例 相信這些不實資訊是真的 這也是最近美國疫苗接種率停滯的原因 那隨著Delta變種病毒侵襲 美國從7月初每日新增病例16000人 26日又飆升到88000人 打工醫療顧問佛奇表示 如果看新增病例的曲線 就會發現大部分確診病例都是 還沒接種疫苗的民眾 他也坦言這些防疫亂想和訊息 讓他感到非常挫折 再來看澳洲雪梨 6月中又爆發新一波疫情之後 政府就再度頒布封城令 但因為新增病例一直降不下來 所以封城令有可能會延長到10月 這項決定就引發民眾不滿 7月24日有3000人走上街頭 抗議政府限制人民的權力 這群人本身多半沒有戴口罩 也沒有保持社交距離 有可能導致疫情再度惡化 但是這個不滿的情緒 是被誰點燃的呢? 根據英國衛報追查發現 促成這項抗議的幕後主使者 根本就不是當地人 而是位在德國 臉書粉專叫做 Worldwide Demonstration的極右翼團體 他們除了透過公開粉專 和通訊軟體Telegram 公布抗議時間地點 也會傳達反疫苗 以及新冠病毒陰謀論等等的 不實資訊來誤導民眾 也誘發閱聽者的恐懼和不安 那為了增加觸及人數 Worldwide Demonstration 會透過當地的網軍和KOL 協助宣傳相關的訊息 也會從Telegram選組裡面找 志工幫忙在抗議前發送實體的文宣 每一張傳單上面都會有 Telegram的超連結 這樣結合網路空戰和發傳單的 地面戰的方式在有限的時間之內 觸及好幾萬人 這也使得政府和第一線防疫人員 在應對上更加困難 聽到威爾斯州州長貝爾吉格利安就說 這場抗議讓他覺得非常的心寒 相信大家這一週應該跟我們一樣很封東京奧運吧 那除了幫台灣的選手加油之外 我們也想分享兩位奧運金牌選手很精彩的人生故事 前年30歲的奧地利自行車手基森霍佛 25號在個人公路賽當中爆冷門奪得的金牌 比荷蘭老將范福洛藤整整快了1分15秒 秒數差距之大讓第二個抵達終點的范福洛藤 一度以為是自己奪金 還高興的舉手歡呼 但在得獎之前呢 其實車譚很少人知道他是誰 連對手都沒聽過他的名字 原來擁有數學博士的基森霍佛 目前在瑞士洛藏大學擔任講師 過去他曾經參與鐵人三項 但因為受傷之後不能長跑才轉而專攻自行車 2019年以業餘車手的身份回歸比賽 那跨界的雙重身份可能是他要比別人更努力的地方 也或許是他自身的關鍵 基森霍佛在比賽一個月前就飛到東京 詳細研究天氣和路線 記錄自己在不同氣溫下的表現 體現在數學訓練中凡是要講求精確的習慣 那另外一位同樣奪得奧運金牌的是 41歲來自伊朗的空氣手槍選手佛羅吉 他不但是伊朗史上最年長的奧運獎牌得主 還打破奧運紀錄 讓他當場興奮的跪地吶喊 那第一次參加奧運就奪金的他呢 其實是伊朗一家醫院的夜間值班護理師 雖然10年前就接觸了空氣手槍 但直到2017年他才真正接受正規訓練 而這四年間 佛羅吉早上比賽 晚上直夜班還要抓緊放假時間練習 去年疫情嚴峻的時候身為第一線醫護人員 他也不幸確診還一度中斷的練習 那佛羅吉早上比賽表示能夠堅持到最後 是因為他真心熱愛射擊 即使上夜班會降低注意力和射擊的準確度 他也沒有真的放棄 那立志的人生故事也印證 只要肯努力就沒有不可能 好啦 以上就是最近值得注意的國際新聞 希望幫大家跟上時事 最近奧運期間你還看到哪一些激勵人心 或讓人意想不到的小故事嗎 歡迎在留言區跟我們分享 各位直升 我們下回見 最後要感謝所有支持我們的頻道會員們 尤其是乾爹乾媽等級的會員 室內設計研究室 Joseph Chan 杰洛Zero 還有Yupo Chan 謝謝你們 謝謝